咱们老兄兄弟老师问这个神兜兜是哪里来的 这都可以看到了 8400万钱可以买99个神兜兜 你如果觉得不够刺激的话 这边可以直接用这个滑动 一次可以买20份 大概是167776 真真是太贴心了 换亏棚的话 你就只需要买1299个就行 不需要买太多 我们每天晚上刷高兽诀的话 需要提前游历好这个游历奖 游历像我这样 就是抢一抢两套 就有这么多就可以了 有很多人可能会说 你抢两套高兽诀 不得需要6000多点灵感吗 是这样的 如果你抢到第二套的机会的时候 你再去游历第二套就行了 我们可以查看这个委托 里面是有这个 道人的委托 你先刷一个道人的委托 然后立刻刷新 过了12点之后 立刻刷新的话 就是可以刷出这个僧人的委托 刷出僧人的委托 我们刷新 我们把这个刷掉之后 立马刷新 有可能会遇到第二次僧人的委托 如果有遇到的话 我们如果缺有力点的话 我们再游历就可以了 然后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56 我们等到12点开始抢就可以了 现在离12点还差几秒钟 看着这个上面跳了就可以 今天只有一套了 我估计因为我第一个找的太慢了 然后立刻查看委托刷新 再查看委托刷新 看看有没有僧人的委托 没有的话 今天就只能抢到一套 只抢到一套也行吧 手足慢了 咱们口袋里面刷完之后 就可以在这个宝像国 葫芦精灵这里把高兽觉取出来了 看看咱们今天刷的是什么高兽觉 第一本高级法术连机 第二本高级连机 第三本高级防御 高级连机还是不错的 我们可以通过藏宝阁的这个助手 这个兽觉购买助手 看到这个区的受决的一个价格 这个大家看一下就行 整体的价格还算是不错的 大家可以对比自己的区 看看是高了还是低了 我每天单开也没什么事情 所以说经常帮脸熟的水友 就是杀杀剧情啥的 这边是一个权力支持 虎队破产的一个水友 小光头 让我帮他杀一下这个法宝的材料 兄弟有要求 咱们必须帮 这个时候已经接近尾声了 结果他倒地了 因为我身上是 我跟他说让他自己拉 我身上是有个拉人要的 我说你自己拉完事之后 我清怪 结果他给我加写了 他没拉自己 你说这能怪乎这儿吗 我当时在直播间是疯狂指挥 让他拉自己 完事呢 咱们 不是没过吗 咱们继续杀 杀着杀着 有人想卖我这个神兽 大家细心的兄弟也能看到 我带了这个超级力火兽 我弄好的话 是花了三千块钱 有人两千八买 我寻思就赶紧卖了去吧 我就跟他说一句 我意思是咱们快点杀 杀完我好去卖 结果他跑得比我还快 行吧行吧 我也吃啊 杀完一个材料还不够 还要我再帮他杀一个 这个主怪是魔王 烧得人老疼了 还有一个武装 把我套上了 那我赶紧先溜了 我给他发出指示 先走为敬 结果我切进去一看 哎 这小子倒地了 所以说我把我的佛王 小类子送给了他 兄弟们 不要说我带水友去死了 我是帮他杀剧情 你看他没有药 我也丢给他了 只是虎地的实力 有时候有限 虎地每天晚上八点到凌晨 都会直播 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点点关注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